办公室现场还遗留着张忠仁申请的物品以及轮椅 台湾首例成功分割的连铁银哥哥张忠仁在一日不幸过失 1月31日5点半张忠仁打卡下班 但没想到50分的时候其他同仁下班 就看到张忠仁在轮椅上抽搐口吐白沫 笑得同仁赶紧叫救护车 但经过医院抢救还是不幸在2月1日凌晨4点去世了 回顾张忠仁省前脸书就表示身体疼痛 忍耐快到顶了之后又说我会努力 我没有放弃 家属虽然不愿意出来受访 但弟弟在接受电访时有表示 自己会代替哥哥好好活下去 从共用一个身体到成功分割变成两个个体 从原本可能活不过5岁到长大成年 甚至出国邮票 弟弟还结婚生子 全亚洲第一例连体因 走过42年的岁月实在不容易 然而现在虽然哥哥已经去世 但两人强韧的生命力 仍写出动人的历史 给社会大众一个最好的激励 记者杨芷玉SNG台北报导